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支视频中 我们将深入背樱花园的每个角落 即是那些在背樱下茁壮成长的神秘花朵 这个花坛是阳光最好的位置 圆尾花 圆尾花原本生长在一个非常阴暗的角落 结果不开花 把它移到这个位置以后 它就开出了灿烂的花朵 还有滴血的芯 还有勺药 还有玉簪 说明这些植物 也能在阳光下生长 也能在背樱的地方生长 这里有巨大的玉簪 还有一些地背 这个花坛 它有部分的遮阴 在它的后面有一株 纸丁香 看看这些蕨内 长得非常的旺 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种植在背樱花园里的植物 以及它们如何在背樱花园中展示出独特的魅力 这是一个烧烤区 这是一个烧烤区 看看这里有白色的漏斗花 还有玉簪 粉色的漏斗花 花园的尽头 就是一条细长的小路 小路的两边都 种植着不同的植物 有些是人工种植的 有些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勿忘我 地背植物 这一大片绝蕾 感觉是走在 在丛林中 这些玉簪 在丛林中自然的生长 这里还有一棵巨大的树 勺药 在阴的环境下 也同样的生长得很好 这些就是野生的杂草 它们已经几乎覆盖了 整个地面 还是蛮有野趣的 在通往小路的石端 有一个木质的拱门 已经爬上了金银花 如果是在它的另一边 再爬上红色的金银花 就更加圆满了 这里有很多的玉簪 玉簪是一个喜阴的植物 适合于种在大树下面 它的叶子是新型的暖状叶片 会生出长长的金干 能开出洁白的花朵 这棵是巨大的柳树 覆盖了很大面积的花园 勺药很快就要开花了 很多的花苞 大花葱 也能在阴的环境下 种植得非常好 绝类植物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 比如说森林 漆边 瀑布边 它的叶片通常为 羽状腹叶 或者是长状腹叶 绝类植物没有真正的种植和花朵 商考区座椅和舒适的腹外家具 被主人精心布置 周围营养着郁郁冲冲的植物 给夏日带来一丝清凉 可以想象在这里 与家人和朋友 共度美好时光是多么的美妙 简直就是一个避暑的天堂 谢谢收看 应一遍 管我 固urn